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讲的是什么呢 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合集 就是我在过去八年写的推文里面的一部分的文章的合集 第一章呢就是关于穿搭干货和变美的 第二章呢是关于消费观金钱观的 第三章呢就是关于自我管理 包括就是时间管理啊怎么克服焦虑 第四章呢就是职场经创业经 你每天都在发推送那你是怎么要筛选 我觉得工作量可能不会很大 结果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它整理出来 我过去八年写了大概有2400篇文章 这百万字吧是不是很吓人 它其实就是我从这400万字里面筛选出来的文章 定下来要选这些内容的时候书稿是19万字 然后我又经过大概两个月把它删减整理 变成了现在的10万字 那今天也要认真穿里讲到了你曾经的一些服饰 那第二本书呢 第一本书今天也要认真穿 它是一些更私密的体验 那第二本书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更实用一点 更像是一个普通女孩的成长轨迹 就算是不认识我的人 她可能都能够得到一些收获 新生的名字是爱美也是生产力 你是怎么想到起这个名字的 爱美也是生产力其实是我之前写过的一篇小文章 然后后来我在一个演讲里面也是以这个为主题做的分享 因为我觉得美衣美物呢是可以拯救人于灰暗的 在你发现美追求美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滋养身心的过程 但同时我理解的爱美其实不光是外表的美 不光是穿衣打扮或者是化妆护服 更多的是一种关于自我的成长 自我的发现 还有你的生活态度 从我自己的角度 爱美也是生产力 可以说也是我的一个个人经历 我自己因为很爱美 所以我从事了跟美相关的这个职业 然后我也把它变成了我的事业 爱美就真的转化成了生产力 那如果从一个更宽泛的角度 爱美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 只有当你热爱生活的时候 你才能够更大的激发你自己的潜能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爱美肯定是可以转化成生产力的 在整理的过程中 你觉得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遇到最大的困难 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工作量是比我想象的要多很多 还有一个难点 就是毕竟我是写了八年 整理的过程也会发现 我的一些观点 它其实是有发生变化的 比如说里面有一篇文章 是讲到年龄焦虑的 讲到怎么面对变老这件事 第一次写变老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是非常笃定的 就觉得有什么好怕呢 就要拥抱衰老啊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一点都不焦虑 隔了两年我又写了一篇 在那篇文章里 我就非常的纠结 就写了很多自己的焦虑 其实并不是说 好像自相矛盾 或者是你怎么一会说这一会说那 因为每一个人 他一定都会有成长和变化的 那我要把这个文章收录进来 我就会对他们做一个梳理和总结 那你还会有第三转述吗 如果有的话是 大概想写关于什么那样的呢 其实我在今年的年度清单里面有说 我希望今年是一个调整充电的一年 因为之前过去的七年嘛 都是在加速度前进的 到了第八年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到了一个需要慢下来的时间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在这个时候做这个书的整理 然后让我看清楚 我接下来准备朝哪里去 第三本书其实已经在计划了 就是一百个中国女孩的家 我们也打算是把它整理成书稿的 因为在看视频的这个过程里面 有很多人说希望有文字版图片版 如果说有一个人读完这样的本书 你希望他获得一句成长的收获呢 这本书里是把我在这些年里面所有的成长的收获和经验教训 全部都毫无保留的分享出来了 它也许不是对所有人都适用的 但是只要读到这本书的人在某一个瞬间能被触动到 然后你觉得我在难过的时候 其实我是可以这样去应对它 或者是我在成功的时候 原来我是应该退后一步 让自己看得更清楚前面的路的 无论是从生活工作还是其他的方面 能有一点点启发 我就会觉得是很有意义的